吴磊和赵露丝,粉丝期待的是婚纱照,而不是与江秦秦的合影。 在中国娱乐界,人们特别关注名人的个人生活。 最近,粉丝们的期待集中在一件特别的事情上,著名情侣吴磊和赵露丝的婚纱照。 然而,什么让粉丝感到不安? 答案就是吴磊的婚纱照不是与赵露丝拍摄的,而是与女演员江秦秦。 这让很多粉丝感到不满甚至有些不舒服。 吴磊是一位年轻的演员,出演了许多知名电影和电视剧, 而赵露丝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拥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他们曾经是许多粉丝期待的一对。 他们在荧幕上的和谐与幸福,让很多人相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在一起。 然而,这一切从未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吴磊和江秦秦的婚纱照引发了粉丝的一波负面反应。 尽管他们意识到这只是职业工作的一部分,不应该过分评价, 但许多人仍感到失望,并期待着另一种画面。 对于许多粉丝来说,他们期待的不是吴磊与其他人的婚纱照, 而是他与赵露丝的幸福画面。 这是通过支持和期待积极结果来表达的强烈愿望。 最近,有关吴磊和赵露丝复合的传闻又浮出水面, 为粉丝带来了新的期待浪潮。 他们希望两人的私人生活将朝着他们长期以来期待的方向发展。 尽管一人的私生活可能不完全符合粉丝的期望, 但期待和希望始终是粉丝社区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对于吴磊和赵露丝来说, 一张真正的婚纱照将是许多粉丝期待已久的事情, 标志着他们生活中一个充满幸福和美好的新篇章。 吴磊和赵露丝,期待重剧与美满爱情。 随着粉丝们的反应不断扩散, 吴磊和赵露丝都意识到了来自粉丝们的巨大期待。 他们曾公开表达对彼此的情感和支持, 从而引发了粉丝社区强烈的期待。 最近,似乎有迹象显示吴磊和赵露丝的重剧可能不再遥远。 这对情侣在许多共同项目中一起出现, 营造了许多甜蜜亲密的时刻, 并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分享彼此的照片和视频, 让粉丝们不断地对一个美好结局抱有希望。 然而,在娱乐界,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生活的复杂性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对一段关系造成挑战。 然而,凭借来自粉丝们的坚定支持和彼此真挚的感情, 对于积极结果的希望始终存在。 对于许多粉丝来说, 吴磊和赵露丝的幸福不仅是电影中的一个故事, 而且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期待着看到两人走到一起, 建立起一段新的幸福, 就像他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历和期待的那样。 在粉丝的期待和希望, 以及双方真诚的感情的支持下, 生活的任何转变都不是不可能的。 即使生活会带他们去哪里, 粉丝们仍然会在这里, 期待着为吴磊和赵露丝的爱情故事 带来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粉丝一句话, 赵丽颖被骂上热搜, 究竟是谁戏多? 近日, 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电视剧《凤行》 正在热播中。 赵丽颖自从出道以来, 每一部剧几乎都以她的名字命名, 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然而, 就在这部剧要结束的关键时刻, 粉丝却给她制造了不少麻烦。 事情起因是一位粉丝联系了《芈月传》的原, 编剧蒋盛南, 询问如果有好的剧本是否可以考虑邀请赵丽颖。 蒋盛南回复说自己手上有剧本, 如果赵丽颖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找她。 然而, 由于粉丝圈的混乱, 该粉丝将与蒋盛南的聊天截图, 发给了其他人, 并在截图下假装正义地表示不相信这件事。 这让蒋盛南感到无法容忍, 明明是粉丝提问, 她诚实回答了, 但粉丝却在这里演戏,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蒋盛南直接发文回对, 并称这个粉丝说赵丽颖粉丝多多。 其他粉丝也在回帖中, 向蒋盛南普及了饭圈的套路, 让人们无法揣摩也无法承受。 随着的发酵, 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 粉丝们再也坐不住了, 这位粉丝也不得不发文道歉, 希望能够为赵丽颖挽回一些声誉。 蒋盛南随后发文称, 这只是粉丝之间的事情, 与正主无关, 但仍希望粉圈不要再来打扰它。 本来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蒋盛南也是一位著名的编剧全谋大作家, 他的剧本也非常优秀, 包括《芈月传》等。 他对赵丽颖也没有什么特殊感受, 如果对方能来拍摄, 他也会非常期待和高兴。 然而, 就是因为粉丝的闹事, 连正主都受到了怨气的牵连。 这真是粉丝行为让偶像买单。 这种情况在娱乐圈中并不少见。 就像当年肖战一样, 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困扰和影响。 对此, 我们该如何看待? 首先, 我们必须认识到粉丝代表着偶像的形象, 他们的言行直接反映了偶像的形象。 粉丝的举止和言论需要慎重, 以免对偶像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影响。 粉丝应该以偶像为荣, 积极传递正能量, 为偶像树立良好的形象。 同时, 一个成熟的粉丝圈应该有自己的规则和底线。 粉丝应该互相尊重, 避免过度攀比和争斗。 粉丝之间的互动应该建立在友善和支持的基础上, 共同为偶像努力。 娱乐圈中的饭圈文化需要进行反思和规范。 大量的无理指责和攻击只会给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娱乐圈需要良性竞争和积极向上的粉丝文化, 才能更好的发展和繁荣。 起来,粉丝在支持偶像的同时, 也要合理规范自己的行为。 他们应该以偶像为荣, 不应该通过不理智的行为给偶像和其他人带来困扰。 饭圈文化需要反思和规范, 娱乐圈需要建立正面健康的粉丝文化。 只有这样, 才能为娱乐圈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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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